他们的健康也要顾 这是花莲一群年迈志工不为寒风 每天依旧 早上八点准时向环保站报到 医师特别提醒气温骤降 在户外活动时 除了多家医务保暖 也可以做几个简单的暖身运动 避免引发脑部或是心脏的急性疾病 今日天气寒冷 但高龄八十四岁的慈激志工红年田 每天依旧早上八点准时抵达花莲环保站 他总说透过做环保 不只保护地球更能运动保健 但随着最强寒流即将来袭 气温骤降连带的会影响血管收缩 代亚量减少 更可能会造成脑部或心脏缺氧 引发中风或心脏病等等的急性疾病 而该如何做好保暖 医师也有小配包 应该把它动动动 帮自己的身体暖和起来 让我们心跳变快之后 血压把这个血打到周边的时候 让它暖和起来 温度差异不要变大 如果出去的时候 可能要用洋葱式的穿法 这样就能够防止我们的血管 血压突然的变化 而周末将是这波寒流的最高峰 提醒民众户外活动时保暖措施要做好 如有身体不适 更要尽早就医 大家新闻杨洁亭 刘洪志华联报道